普遍认为心肌梗塞是冬天才容易出现的症状 但事实上夏天也是会有几率发生的 果胎医院心血管中心医师苏彦博表示 当夏天气温超过摄氏30度 发生急性冠心症的风险会逐渐提升 温度超过31.5度 风险将增加三成 每上升一度 整体死亡风险会增加3% 因此要特别注意 苏彦博指出 心肌梗塞或是急性冠心症 通常是因为供应心脏养分的冠状动脉 因为年龄三高等整种因素逐渐退化 结果产生斑块堆积在血管内皮中造成阻塞 进而引发心肌缺氧 胸闷胸痛的症状 斑块经过日积月累 如果不幸造成冠状动脉血流的急性阻断 甚至可能会导致休克或猝死 冬季确实是心肌梗塞耗发的季节 但温度上升也会造成血液粘质性增加 胆固醇上升 增加血栓形成的几率 此外高温造成体液减少也会加重上述现象 总而言之 处在温度极端变化的环境下 都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 像是在室内空调开得太冷 室外温度太高 频繁进出室内外的情况下 同样也会增加急性冠心症的机会 由于气候变迁 极端性气候越来越常发生 夏天出现迫纪录高温 或是日夜温差过大 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必须要谨慎应对 人间福报陈林芳 台北报导 编程中文达